好煞 飞扬的感觉 冲刺 咱们草原上的射箭姑娘们加油 不管结局怎么样 努力是最重要的 来参加拿大木的女生们加油 特马扬鞭 张公搭建 曾经只属于男儿的竞技场上 他们身姿矫健 不乏敏捷 近日2024 新安萌纳达木 在内蒙古自治区 新安萌柯佑前期杭盖草原举办 她力量成为赛场上靓丽的风景 18年的时候 那时候应该是15岁 跟男孩出来 那个时候小女孩没有 只有个小男孩的博会比赛 我就愿意骑马 从小就愿意骑马 哪个地方有纳达木咱就去 把马一驮到就行 我一开始学这个射箭 就是想这个民族的文化 像传承下来 自己也比较喜欢 女性要有力量感 这个力量感给我就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然后也想赢过我们的男同胞 射箭 骑马 伯克 并称为蒙古族男儿三义 如今正吸引越来越多女性选手参与其中 与男性选手同场竞技 在近几年的纳达木会场上 不少项目都专门设置女子组比赛 女性选手也在比赛中展现出独特的优势 赛马来说年龄大的体重都挺轻的 好的时候对他们马最好处的 然后他们的技术也越来越成熟 很多协会 他们专门培养女取手 这个东西需要心理素质 因为每一颗箭都是要心态很平稳地去这 纳达木虽是民间的集会活动 但经济水平并不低 特别是比较大型的纳达木 无论男女选手 想要走上赛场并取得成绩 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每天跑步呀 然后还有那个腹部力量 背部力量都得去练 然后射箭肯定是每天晒黑 你教育说跟男生一起去练的话 就是提高得快 我从小一直都是跟男生一起去练 我的师傅现在给我制定了很多详细的计划 比如说你每天必须得练够一千件 其实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然后经常会练到手都会磨破 咱们那个男孩子的成绩 最高也就是五十六七倍左右吧 但是我们女孩子也一样 打到这个分数上的有高 八月的内蒙古草原 草绿花红 羊肥马壮 满眼丰收的景象 陈敏敏在博客比赛之余 参加了耐力马赛 三期日在射箭比赛结束后 参加了博客比赛 纳达木竞技场上的他们 尽情地享受着一年一度的欢聚和收获 这个东西能让我自己变得更自信 整个身体也是比以前强壮了不少 有两个孩子 他们也骑从小都骑 他们也特别爱好这个马 因为咱们就是木鸣家的孩子 后来我们碰到了男朋友 这个射箭其实也给我们签了个红线 就是在纳达木上射箭的是红线师 每年都开纳达木 最近几年呢 跟着咱们国家的发展 经济发展 咱们家里也有条件了 参加的女生越来越多了